美国陷阱第一步 法网灰灰,上 上一篇解读 有人对文莫我认为 美国司法体系先进的评价表示异议 实际上从维护本国利益 和为他背后的财团代言的成效来看 他的却是先进的 他能够把很多不合理变得合法 现阶段来看 华为通过可以说是中国公司里 对西方国家那套表面公正 实则在法律武器下 肆无忌惮攫取利益的手段 吃得最透的公司 华为也拿起了法律武器 将就违宪和违反程式 向美国法院起诉美国政府 这都得益于华为对司法领域未予筹谋的重视 以及自始至终开放的心态 华为研发一书中 曾引用过任正非的一段经典发言 如果我们人人都必须完成认识的全回宣 那么我们同发达国家公司相比一点优势也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前人已经做错了事 走了那么多弯路 认识到今天的真理 我们却不去利用 我们却要去重新实践 自然就浪费了我们的青春年华 因此 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站在世界发达国家先进公司 已经走过的成功的经验 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前进 这样我们就占了大便宜 我们的生命就能放射光芒 这也是为什么 华为在97年就开始引入IBM等国际公司的管理方法 近些年在开拓欧美市场的同时 聘请了很多洋高管 包括业务高管 财务高管等 网路安全和司法等关系风险控制的领域也得到重视 为全球业务保驾护航 This字幕组 上图是华为美国分公司的首席安全官Ander Pogier 最近做客美国电视台时的截图 评评他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应答 而他的上司John Suffolk 作为曾经的英国政府资讯长 早在2011年就加入华为 今年华为又聘请了奥巴马政府的网路安全官 引起了某继任者的推特吐槽 但其实身居要职的美国体制内认识辞职去大公司任职 是在常见不过的事 不知道有什么可不好 不能接受的 司法人员办案过程中 遇到为大公司效命的前同事 不是美剧中常见的戏码吗 相比华为知己知彼的主动应对 美国陷阱作者 虽然出身西方国家 但因为法国司法体系和英美的不同 可以说是措手不及 他惊讶 愤怒 无力地记录下了检察官掩盖在城市正义下的翻脸无情 自己的辩护律师竟然劝他认罪 监狱还有自负盈亏的私利性质等等 让一个法国人大开眼界的事实 但他身为神经生物学博士的妻子 却比他更早一步看清了事情的真相 你是了解美国人的 当事情牵扯到他们的利益时 他们可不会来什么心理后兵 一 城市正义 依法治国 在这本书里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作者对美国司法的信任瓦解的过程 这位跨国公司的亚洲业务高管 在一次去美国出差时 飞机刚一落地就被广播告知 请他下飞机 他毫不迟疑地走出了机舱 又被命令走下悬梯 刚刚经历长途飞行的他 没有多想就走出了理论上的国际区域 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然后立刻被逮捕了 随后检察官表示 我们非常清楚 在和印度尼西亚的交易中 虽然您扮演的不是决策性角色 但是您了解一切 我们想要的 就是起诉阿尔斯通的最高领导层 作者处于对公司的忠诚拒绝后 就被投入了看守所 并在第二天的庭审上 目睹检察官改口 控告身居要职的作者 参与行贿和洗钱 目的就是用实现罪名 长达125年的监禁去恐吓作者 使其认罪 获得在刑期合罚金上讨价还价的权利 这一天是2013年4月14日 美国检察官小心翼翼的通过合法的城市 逮捕了一个在10年前 对公司行贿行为只是知情 但并未主导且分文未取的职员 开始对他进行长达漫长的合法囚禁 424天后 直到通用和阿尔斯通的谈判尘埃落定 作者才获得假释 而在法国大选结束后的2017年9月25日 正式的庭审才启动 10月26日 作者再度入狱继续服刑 最终在2018年9月25日 台中获自由 被捕当天 作者还心存幻想 我快速思考住 心想最时明天晚上 我就会被释放 这个国家连因杀人被指控的新普森 都准许保释 对于我这个法国公民 外国企业管理者 用检察官的话说 就是个被美国司法部盯上的 在塔拉罕状案里没有决策权的小角色 他们总不会继续关注我 在被捕后的第五天 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美国人对自己的城市非常自负 我在康涅迪格州工作时 就注意到了这个名词 美国人钟爱城市 他们在工作中 很少表现出想象力 取而代之的是 他们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遵守城市 多棒的制度啊 被拖了四年 等到通用收购 阿尔斯通 陈安落定 重新被正式判刑再次入狱后 就这样 我又听到了这个令人崩溃的词语成事 那一刻 我明白 再坚持下去 也毫无意义 作者经常问自己 为什么是我 很久之后 他才知道 这是因为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凯斯卡尔将在第二天抵达美国 也就是说 作者其实就是个被杀击紧猴的经济人质 下节预告 在我们的认知中 被冤枉了 就得做无罪辩护 但美国不是这样 他的司法体系会用一切力量让你先认罪 在讨价还价一样的谈判 你所要付出的代价 甚至你的律师都会劝你先承认 自己可能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 因为如果你选择抗辩 将承担成百上千倍的败诉风险 在这种体系下 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人里 有98.5%最终被判有罪 下一节 我们将一起通过作者的经历 来看看美国司法部是怎么创收的 此处已新增宣字卡片 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检示